我们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在当地时间17日上午 在瑞士党沃斯出席了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开幕式 并且也是发表了题为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 那么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首次出席这个全球最大规模的 非官方经济省会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当中 也是特别就强调了经济全球化 带给世界各国人民的好处 以及重要的意义 就称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 他说把困扰世界的问题 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既不符合事实 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并且提出要用创新合作包容的方法 来解决目前全球经济遇到的困难 那习近平还特别地阐述了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并且表示预计未来的五年 中国将会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 来吸收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 对外投资的总额 将会达到7500亿美元 出境旅游也将会达到7亿人次 好 马可我们就来聊一聊 因为这次习近平主席 参加达沃斯论坛 应该是历任以来 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论坛的 那么西方媒体就认为说 应该是代表 中国已经有足够地做好 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 来承担一个跟它经济体 完全相符合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的地位 那我们来回想一下 其实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 到现在的话 可以如此迅速地发展 都是有赖于这个全球化 一体化的发展 那么这次习近平主席 也是就说到 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全球保护主义 所以你怎么来看之后的 这个全球保护主义 以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我看从80年代开始 已经30多年 我们中国做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能够把握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看 无论说你心里 你的信念是怎么样 但是我相信非常明显的是 我们把握在自由贸易方面 我们做生意 我们在这个市场经济里面 我们能够做的都做 能够把握去指示 其实从来我看这个经济历史 人类的历史里面 没有一段时间 30年能够持续 那么高速的这增长 从来没有 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 做得非常好 现在如果说 能否因为在美国方面 或者是很多的地方 对于这个全球一体化 有这个反对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应对呢 其实在80年代到现在 不同的国家 因为他们战略方面的考虑 也有不同程度的 贸易的奇怪的地方 比方说美国跟日本 也曾经是我在80年代开始的时候 特别是美国希望日本 把这个汇率上涨上涨上涨 然后美国就能够拿得便宜 现在我看为什么过去十多年的时间 只是过去20多年 为什么欧元区他们特别特别希望 有这个欧元区能够走出来呢 肯定是因为他们觉得 没有一个大的这个规模的时候 不能够跟美国去做这个抵抗 现在我们看中国已经 刚才你提到过 在这个发展以后 现在成为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制 肯定是不同的地方 无论说你是否把对方看成为这个对手 对方肯定是不喜欢你 马上长大去的 所以现在他们多做这个功夫 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我看最好对中国来说 还是做生意 还是既有贸易 还是跟别的地方去做这个开放多交流 短期之内 如果说因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反应过大的时候 其实最终对我们是没有好处 我看过去30年的经验非常清楚 我们做生意 我们跟别人合作 沟通交流是最好的对我们 所以其实是在最近这个王建林 也是在财新论坛上 就讲到了关于达洛斯论坛 他就说到中国以前去参与的时候 是当听众 现在去的时候 是给达洛斯论坛争场面 另外我们再来说这个达洛斯论坛 其中我们也来看到 就是在这一次也有美国的顾问来参加的 那么他就说到 其实特朗普这个政府 是不希望和中国之后来展开一个贸易战的 你怎么来看之后对于这个贸易战 谁会赢谁会输呢 还是说其实已经胜负早就明确了呢 如果说谁去做一个贸易战的开展呢 谁就输 为什么呢 比方说你说美国他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希望中国去把非常便宜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买给美国人 谁是出价呢 肯定是美国人这个消费者不能够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去买好的东西 但是反过来对这些政客来说 他们需要的是一些口号 需要一些是可以说出来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做这个关税的问题 做县级 这个中国做什么事情 其实他们也明白 根本不是中国 他们也没有哪些工作 可能是在印度 可能是亚洲其他的地方 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 他们是理性 但是在现在情况 我看短期内 可能他特别强调节一点 好 谢谢马克的分析